欢迎回带来小林读书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前世今生 生命轮回的启示 布兰恩魏斯著 唐智华裔 小林朗读 第九章 散现真性情 每过一周 凯斯林神经质的恐惧和焦虑就前去一程 每过一周 她就显得多了一份宁静 一份柔美和耐心 她变得更有信心 而周围的人也自然的被她吸引了 凯斯林付出更多关爱 其他人也更关怀她 她真实个性中的那颗钻石现在愈发明亮 使大家都看见了 凯斯林的回宿前后经历千年 每次她进入催眠状态 我都不知道这次她的前世会在那里 从史前洞穴到古代埃及 再到现代她都待过 而她所有的轮回都有前辈大师慈爱的监督 在今天这节催眠里 她出现在二十二世纪 但不是以凯斯林的身份说话 我看见一架机身和一个跑道 某种飞机跑道 她轻声说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我看见好像是阿尔萨提安 然后她更肯定地说了一次 阿尔萨提安 在法国 我不知道 反正是阿尔萨提安 我看到一个叫 冯马克的名字 冯马克 一种棕色的头盔或帽子 有护目镜的帽子 部队已经被殲灭了 这里舒适荒野 荒郊野地 我想附近不会有城镇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被毁的建筑 地面被炸得满目苍蝇 有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你在做什么 我在帮忙排商员 他们要把商员移到别处 看看你自己 形容给我听 我穿了一件捷克 夹克 头发是金色的 蓝眼珠 我的夹克很肮脏 好多人受伤了 你受过旧商员的训练吗 没有 你住在这儿 还是你被带来的呢 你住在那里 我不知道 你大概几岁 35岁 凯瑟琳本人29岁 松褐色眼珠 而非蓝色 我继续发问 你有名字吗 夹克上是否有名字 这是特殊的夹克 我是个飞行员 你驾驶飞机 是的 我必须飞 谁让你飞的 我扶的是飞行翼 这是我的工作 你也投炸弹吗 我们飞机上有个炮手 还有领航员 某种直升机 有四个旋逻降 固定记忆 我感到有兴趣 因为凯瑟琳对飞机一无所知 我怀疑她清醒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固定记忆的意思 不过 就像做奶油 或为死者熏香一样 在催眠中 她知识悬泊 但是 这些知识中 只有一小部分 在日常清醒时被记起 我继续问 你有家人吗 他们没和我在一起 他们安全吗 我不知道 我怕 我怕他们会回来 我朋友快断气了 你怕谁会回来 敌军 他们是哪国人 英军 美国武装部队 你记得你的家 你记得你的家人吗 记得 我快搞混了 我们往回走一点 还是同意是 回到快乐的时光 站前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 我知道 那是很难 不过我要你放松 试着想起来吧 凯瑟琳停住 男后小声说 我听见 艾利克这个名字 艾利克 我看到一个金发小孩 一个小女孩 是你的女儿吗 是的 一定是 马格 她在你附近吗 她和我在一起 我们去野餐 天气正好 除了马格 还有谁跟你在一起 我看到一个中法 是中法女人 坐在草地上 她是你太太吗 是的 我不认识她 她加了这一句 指她此事中 不认识 你认得 马格吗 仔细看看她 是否认得 是的 但我不知道 怎么认识的 大概在那里见过 你会想起来的 看她的眼睛 是 朱迪 她回答 朱迪是凯瑟琳 现在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初见面时 就有种 熟悉感 很快就变成 真心的朋友 彼此信任 未必说出口 接触到对方的 想法和需要 朱迪 我重复道 是 是 朱迪 她看起来 很像朱迪 笑起来 也很像朱迪 那很好 你在家快乐吗 或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停了很久 对 现在是不安的时代 德国政府内部 有很大的问题 有关政治结构 大家都有不同意 不同的意见 这样会把我们的力量 分散的 但我必须为 我的国家而战 你对国家 有强烈的 相信力吗 我不喜欢战争 我觉得 撒冷是不对的 但我必须 尽我的职责 现在再回到 刚才的地方 回到地上的飞机 轰炸 和战争中去 时间是战事开始后 英军和美军 在你附近投炸弹 回去 你又看见飞机了吗 是的 你对志泽和沙迪是否认识 同样的感觉 是的 我们会死的 我们会死得毫无价值 什么 我们会死得毫无价值 他大声地重复 没价值 为什么 不是很光荣吗 你在保卫你的祖国和爱人 我们只是为了保卫少数人的想法而死 即使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 他很快打断我的问题 他们不是领导者 假如他们是 政府内就不会有那么多争斗了 有些人说他们疯了 你认为 有道理吗 疯狂追求权力的人 我们一定全都疯了 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让他们叫我们去杀人 以及伤害自己 残害自己 你的朋友不是全殉职了吧 不是 还有些人活着 有你特别接近的吗 你飞行队的同伴呢 那个炮手和领航员还活着吗 我没看到他们 不过我们的飞机没有被击落 你还要再开那架飞机 是的 我们得赶快把留在机场的飞机 在离去后来之前开走 到你的飞机里去 我不想去 仿佛他可以跟我讨价还价 但你得把他离开地面呀 这没意义 你在站前做的是什么职业 记得吗 艾丽克做的是什么 我是一架小飞机的副驾驶 做门运货的飞机 所以你那时也是飞行员 是的 会让你常常不在家 他非常轻松地回答 是的 往前去 我引导他 到下一次飞行去 你办得到吗 没有下一次的飞行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 他的呼吸开始加速 也显得激动起来 他已经到了死亡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火灾现场逃开 我和同伴都被这场大火撤散了 你活下来了吗 没有人活下来 没有人躲得过战争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他的呼吸很重 他的呼吸很重 血 当初都是血 我的胸口好痛 我的胸口 不对 脖子都受了伤 痛得不得了 痛得受不了 他的表情显示 他正在剧痛中 但很快的呼吸慢下来 变得胶围 胶围规律了 脸上肌肉也放松了 有宁静的表情 我认得这是过度 过度状态的平静 你看来舒服些了 结束了吗 他停了下来 然后轻柔地回答 我扶起来了 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现在没有身体 又是灵魂了 很好 休息吧 你过得很艰难的一生 经过一次艰难的死亡 你需要休息 好好补充能量吧 从这一生 你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恨 无意义的撒谬 误导的恨 许多人并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恨 我们在露体状态时 被邪恶所驱使 有没有比国家的 质责更重要的价值观 使你不去杀人 譬如个人的价值观 有的 但 但他没有详家说明 你现在在等什么吗 是的 我在等着 进入更新的状态 我必须等 他们会来找我的 他们会来的 好 他们来时 我想和他们谈谈 我们又等了好几分钟 接着 他的声音 突然变得大而撒哑 我听出 是第一位灵魂前辈 而非私人前辈 在说话 对于肉身状态的人 你这种做法是对的 你必须去除 去除他们心中的恐惧 恐惧会浪费精力 使他们到这而来 却不能得到该有的补充 从你的周围 注意暗示 他们首先进入一种深层的状态 不感觉自己的肉身存在 然后 你才能接近他们 困扰 只存在于表面 在他们灵魂深处 能产生想法的地方 那才是你应当接近的地方 能量 任何事物都是能量 好多都被浪费掉了 高山峻岭 高山峻岭深处是安静的 中心是平静的 但外界只是 产生麻烦的地方 一般人只看到外在 但你 你能更深入 你必须看到火山 要做到这点 就得深入内部 在肉体状态是不正常的 灵魂状态才是我们的根本 从肉体状态推向无知的开端 要花较长的时间 才学会一件事 到了灵魂世界 你只需要等 就能更新 有一个更新的层次 你几乎到达了 这令我很惊讶 我怎么可能接近更新的状态呢 我几乎到达了 我难以自信地问 是的 你比别人知道的很多很多 但对他们耐心点 他们并没有你获得的讯息 有些灵魂会去帮你 不过你目前做对了 继续下去吧 能量不应该被浪费 你必须去除恐惧 那将是你最大的武器 灵魂大师静了下来 我思索着这些讯息的意义 我知道我成功地消除了 凯瑟琳的恐惧 不过 这讯息有更广泛的意义 它不仅证明了催眠 作为治疗工具的效果 也不仅仅是回溯前世的结果 我相信它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 也就是火山内部的不安 对死亡的恐惧 这隐藏却持续的恐惧 不是任何金钱或实力能消除的 这就是克星 但如果人类知道 生命是无尽的 所以我们不会死 我们也曾为真正的书生过 那么 这恐惧就可以消除 如果他们知道 以前曾活过无数次 将来也会再活无数次 不知道觉得 有多有保障 要是他们知道 灵魂会在身边给予帮助 而他们死后也会加入 这些灵魂里 包括他们所爱的敌人 故人 不知会觉得有多么的安慰 要是他们知道 守护天使真的存在 不知道会感到多么的安全 要是人们知道 对人的暴力和不公都得闪缓 那可以少掉多少 愤怒和报复的欲望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我们借由知识接近上帝 那么财富 权力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本身既是目的 而不是接近上帝的方法 如此一来 贪婪 以示好权力 变得全无价值了 但是 怎么向人们说明这些讯息呢 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的教堂 聚会场 聚会场所或寺庙里 诵读着经文 那些经文 也记载着灵魂的不朽 但是 仪式一结束 他们又回到互相竞争的 窥盗里 依旧贪婪 喜好操纵 以自我为中心 这些特性都会阻碍灵魂的进步 所以 如果信仰还不够的话 也许科学可以帮上一点忙 也许凯瑟琳和我的经验需要自然 科学和行为科学专用 专家用的科学 客观的态度加以研究分析 但是 在此时 写篇科学论文或一本书 是我心里最不想做的事情 我想着 那些会来帮我的灵魂 他们能帮我做些什么呢 凯瑟琳动了 开始第一 有个叫鸡垫的 有个叫鸡垫 鸡垫的 他想 跟你说话 他说的什么 他就在附近 不停下来 他是某种守护者 但他现在只是跟我玩 他是你的守护者之一吗 是 但他在玩 到处跳来跳去 我想 他要是 他是要我知道 他随时都会在我身边 几点 我重复道 对 他就在哪 鸡垫 这让你感到安全吗 是的 我需要他时 他会回来的 很好 有没有灵魂在我们附近 他从仓意识的角度回答 哦 有的 许多灵魂 但他们只在想来的时候才来 我们都是灵魂 但其他的 有的在落身状态 有的正在更新状态 其余的就是守护者 我们也都做过守护者 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城市里学 作为灵魂不能学吗 那是不同层次的学习 有些是必须在落身之躯里学的 有些必须让我们感到痛 成为灵魂时是没有痛的 那是一个更新的时刻 你的灵魂会恢复元气 当你在血漏之躯时 会觉得痛 会受伤 在灵魂形式里则没有感官 只有快乐 幸福 但它对我们只是 只是一段恢复的时期 人在灵魂形式时 彼此的互动是不一样的 在落体状态时 你可以体验人际关系 我了解 他又沉默了 几分钟后 他开口再说 我看到一辆推车 一辆蓝色的推车 是婴儿车吗 不 不 是人操作的 蓝色的 顶上有蓝色流苏 外面也是蓝色的 是马拉的吗 它有很大的轮子 我没看到人在里面 只有两匹 只有两匹马 系在前面 一匹灰色的 一匹棕色的 那匹灰色的马 叫做 Apple 因为他喜欢吃苹果 另一匹的名字 叫做 公爵 他们都是好马 不会咬人 腿很长 是不是也有一匹 脾气很坏的马 一匹不同的马 没有 他们都很乖 你在哪 我可以看到 他的鼻子 比我的大好多 你会驾车吗 从他的回答 我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孩子 好多嘛 还有一个小男孩 你几岁 很小 我不知道 我不会数 你认识那男孩吗 是你朋友 还是兄弟 他是个邻居 来这里玩 有个 婚礼什么的 你知道谁要结婚吗 不知道 大人叫我们 不准弄脏衣服 我有一头棕色的头发 鞋子 鞋子两边的扣子 一直拉 一直扣上来 这是你的宴会服吗 是一件白色的石装 周围蓬蓬的 还在背后吸了一个蝴蝶结 你家就在附近吗 是一栋很大的房子 他回答 你就住在那里吗 是的 现在你可以看看房子里的精彩 情形 没关系的 这是重要的一天 其他人也会穿得整整齐齐 穿着特别的衣服 他们在做菜 好多吃的 你闻得到 是的 他们在做一种面包 面包和肉 嗯 大人叫我们再出去玩 我不禁会心一笑 我告诉他 进去是没关系的 现在他又被叫出来了 他们怎么叫你们的 Mandy Mandy和爱德华 他就是那男孩子吗 是的 大人不让你们带在房子里 对 他们太忙了 你对这个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们并不在乎 可是要不弄脏很难 什么都不能玩了 后来你们去参加婚礼了吗 是的 我看到好多人 屋里很紧 天气很热 有一个牧师 在那里 他戴了一顶很好笑的帽子 一顶大黑帽 把他的脸都遮掉了一半 这是你家的快乐时光 是的 是谁要结婚 我姐姐 他比你大很多吗 是的 现在看得见他吗 他是不是穿着结婚礼服 是的 他漂亮吗 漂亮 他头发周边有好多花花 靠近一点看 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 她的眼睛 嘴巴 有 我想她是贝奇 不过小得多了 贝奇是凯瑟琳的朋友兼同事 他们的关系很近 不过凯瑟琳讨厌贝奇 贝奇评判人的态度 还有对自己生活的干涉 毕竟他只是个朋友 而不是家人 不过也许那个感觉 现在不那么明显了 他喜欢我 我可以站到前面去 因为他在那里 好的 看看你周围 你的父母也在吗 是的 他们也一样喜欢你 是的 很好 仔细看看他们 先看看你的妈妈 记得他吗 看他的脸 凯瑟琳深呼吸了几口 我不认得他 看看你的父亲 仔细看 看他的表情 他的眼睛 还有他的嘴巴 你认识他吗 他是石都华 他很快地回答 这里 这里石都华又出现了 值得再追究下去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我很爱他 他对我很好 但他觉得我是个小讨厌 他觉得小孩都很麻烦 他很严肃吗 不 他喜欢跟我们玩 但我们问的问题太多了 要不是我们问太多问题 他会对我们很好的 是的 那令他很烦 是的 我们该向老师学习 而不是他 所以我们才要到学校里去 这听起来 像他讲的话 他对你说过这些话吗 是的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得管整个农场 是个大农场吗 是的 你知道地点在哪里吗 不知道 大林有没有提过城市或国家的名字 小军的名字呢 他停下来 仔细地听 我没听见 他又静下来 好 你想对这一声多知道一点吗 往前推 或者 他打 他打断我 这样够了 治疗凯瑟琳的整个过程 我都不太愿意和别的医生讨论这个案例 事实上 除了卡洛和其他一些安全的对象 我根本没提过这些惊人的消息 我知道这些讯息是真的 而且非常重要 但担心同事们的反应 会使我保持接默 我仍然在乎 我的名声 事业 以及别人怎么看我 但是 我的怀疑却一揍一揍的 被凯瑟琳口中吐出的话所笑容 我常重放那些带着 再度经历催眠时的情景 觉得非常生动 直接 其他人只能听我口述 虽然有力 但绝非他们自己的经历 我觉得必须多一点资料 当我逐渐接受并相信这些讯息 我的生活也变得更单纯 更容易满足 不需要玩什么把戏 也不需要假装 扮演其他角色 或者做我不想做的事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也变得更诚实 更直接 这样的生活中 更没有了困扰 更能放松心情 对凯瑟琳的故事 不愿公开的态度也消除了 令我惊讶的是 大多数人都很感兴趣 而且想知道更多 许多人告诉我 他们个人的超自然经验 无论是前世梦境 脱离身体的经验 或者是其他的 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配偶也未曾提过 几乎一致的 大家怕说出来以后 即使家人或心理医生也会觉得他们奇怪 虎言乱语 这些灵异的经验却相当普遍 比我们想象的更常发生 只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透露 他们才显得稀少 而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越是不愿提起 服务于我所在医院某个部门的主任 是享有国际生育的专家 他曾和过世的父亲说过话 父亲还曾速度地使他免遭危险 另一个教授 在梦中知道了他一个复杂研究实验所缺的布局 结果验证了梦的正确 另一个著名的医生 常在接电话前就知道是谁打来的 西部某大学有位女心理学博士 他做研究一向谨慎而细密 但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第一次去罗马时穿梭在大街小巷里 仿佛记忆中有张地图 他准确无误地知道 下一个小转 下一个转角会是什么 虽然他以前没有去过意大利 也不会意大利语 却不断有意大利人对他说意大利话 误以为他就是当地人 我了解为何这些专家不敢开口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经验和感觉 但所受过的训练在很多方面却和这些讯息经验相反 所以我们都开不了口 第九章两读结束 下一章第十章 爸爸我爱你 爱了四万年 凯瑟琳在差异式状态的见解是惊人的 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和长处 知道哪一些方面需要注意和下功夫 也知道怎么样求进步 唯一的问题是 这些见解需要传达到他的意识中 应用在生活里 谢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小林的朗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给我们一个赞 下次再见